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卦战断 我们今天的一经小字典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词 这个词叫做变卦战断 变卦其实是相对于卦来讲 卦会做一些变化,什么叫变卦 那战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究竟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卦 周毕曾经在大影之数这个代理里面 直接跟大家分享 根据周毅的细词的大影之数 他所施得的数位 的数字大概只有6789 这四个数字 那这也是我们后来呢 无论是用纸骰子、三枚骰子 或者是三枚铜板来执的话 通常也是只有这6789 这四个数字 其中如果值出9 或如果值出7 这两个奇数呢 那就表示这个羊瑶 那如果值出6 那如果值出6 或者是8 那这两个数字呢 就表示银瑶 那如果同样是羊瑶 例如说 值出9跟7 那7这个数字呢 我们叫做少阳 9这个数字呢 我们叫老阳 那如果是说6跟8 值出6这个数字呢 我们叫老阴 值出8这个数字呢 叫做少阴 根据呢 易经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讲6789 就代表羊气呢 逐渐的增加 那如果是羊气逐渐的增加 就是6789 那如果是9867 就表示呢 羊这个气呢 是慢慢的消退 那这个6跟 如果补4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补出6跟补出9 易经有个规律 叫做物极必反 所以呢 如果是羊到极处 就变成阴 阴到极处 就变成了阳 所以如果值出9 那就必须要变谣 那这变谣 就这个呢 原来是阳谣 那就变成阴谣 那如果值出6 6也是吉阴 所以吉阴就变阳 所以如果值出6 那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谣 就是阴变阳 阳变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这个阴变谣跟谣变谣 那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这个大影之数的施法 或者是这种补挂的方法 它因为有变谣的关系 所以呢 它就得出另外一个新挂来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值2枚铜板 值3枚铜板 或者是用大影之数 如果我们值出的是7 7 6 8 9 9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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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个7是,第三个6是阴疗 所以这个下挂呢,它就是一个折挂 就是一个对挂 那上面的挂呢,它因为它指出89898 所以指出阴阳阴 阴阳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呢,就是一个水挂,坎挂 所以呢,如果我们指出776898这样的数字的话 按照座义的原则呢,就指出一个下挂是对挂 上挂是坎挂 这个我们叫水则挂 水则挂呢,根据意见的说法是水则节挂 节是节气的节,水则节挂 但是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第三摇的6,第三摇6 这个是叫老阴 然后呢,第五摇的9 这是叫老阳 按照阴变阳,阳变阴的一个原理 所以呢,第三摇的老阴 它要变成阳阳 第五摇的这个老9 它就要变成阴阳 所以五摇的老阳,它就变成阴阳 如果这样变的话,那我们就发现 我们得出另一个挂 得到一个下前上坤 那下前上坤呢,按照意见的规则 叫地天太挂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得出两个挂 一个挂叫做水则节挂 那水则节挂就是它本来补出的挂 所以我们叫本挂 因为它变阳的结果 因为老阴6由阴变阳 这个老阳9由阳变阴 这样得出另外一个挂 这另外一个挂就是地天太挂 地天太挂呢,我们就是说这是变挂 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补试补出这样一个结果 那究竟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挂项呢 这种方法我们叫变挂 战断 也就是如果假设我们补出变挂的话 那我们究竟要怎么解释这个挂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知道呢,这个结挂,这个挂 它被认为是本挂,变成太挂,地天太挂 从这个水则节挂,变成地天太挂 水则节挂,这个挂就被认为是本挂 地天太挂,这样就是变挂 那在解挂的过程当中 我们既要看本挂的内容 既要看本挂的内容 也要看遥变之后挂的内容 那本挂内容怎么看 阿索变的两个挂 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六三 六三,还有包括我们的九五 因为这两个挂变了 那这两个挂呢,应该要怎么样去解释 那这个叫互利周全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充分 或是说更加贴合 切合时宜需要的这一种资讯 还有预示 所以今天变挂战断 我们就来解释说 如果发生遥变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解释这个挂项 变挂这个词 变挂这个词 我们叫变挂 变挂这个词到后世的时候 因为它是从一个本挂 就变成另外一个挂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人做什么事情 他又变挂了 他变挂 变挂这个意思就是后来把从某一个挂变成某一个挂 比如说在刚刚中匹所提到的 从结挂变成太挂 变挂 变挂表示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就现在通俗的意思 我们讲变挂 是讲着改变意识 或者改变主义 那改变主义这个词 在一般的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被证明是有一个贬义之词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答应别人的事情 但是却因为某种原因 他变挂了 我的好朋友他因为答应要借我钱 可是我真的要借的时候 他变挂了 他不借了 所以变挂这两个字 他其实在现在语文来讲 他其实是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但是我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易经补挂的过程当中 碰到六或者是碰到九 他一定要变挂 七跟八却不用变了 这个原因就刚刚中匹特别提到 因为易经的逻辑 他就是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 所以这个匹极就太来 所以因为物极必反的关系 六是阴的最大数 所以这样就会改变 改变的时候就从阴变阳 九它是阳的最大数 所以这时候必须有阳变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老阴跟老阳的时候才需要变过 如果不是老阴不是老阳 而是少阴少阳 它是阳这个阳 不是阴就是阴 这就是没有变动 因为在物极必反的原则之下 所以当我们补出六 或补出九的时候 根据易经物极必反的原则 它要有相反的那一个方向去走 所以阳就自然变成阴 阴就自然变成了阳 所以这也就是所谓六九长变 因为六九长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前挂 前挂当中每一窑都是阳窑 都是阳窑 所以前挂我们就用九来代替 叫出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用九来代表前挂每一个窑都会变动 而坤我们用六叫出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还有上六 六表示阴极必反 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挂词里面 如果我们翻开易经 你就会看到它上面的九就是用九来代替阳窑 用六来代替阴窑 也就是六九之变的一个阴隐 在疫情当中 常常会出现不少以九为六来指阴阳的情形 例如说前挂 坤挂这两个窑齿 它说出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这是全部用九来代替阳窑 坤挂用出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用六来代替阴窑 所以其他的挂项也出现同样的状况 所以在疫情当中 我们在窑齿上面 它就会写个例如说 这个前挂 我们之前时间跟大家讲 前挂的出九上面写浅荣勿用 也就是说它的窑齿 它就全能会表示 这是第几窑 它究竟是阳窑还是阴窑的变化 这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 六跟九代表了极阴跟极阳 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有个疫情数学 那疫情数学 它跟一般的数学不大一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疫情数学它没有零 它只有一到九 但是它有十 它有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用戴影之数来补疫情 或者是用过去 不管你用哪种方法 假设你是补数字挂 假设你是补数字挂 你只要有疫情数学 你只要疫情数学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当你补出六 它就必须有一个变 补出九也会有一个变 这个变卦 是周易的补视方法 跟商朝的补卦的方法 补规的方法 它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周易的补视 它是用丝巢 用丝巢 然后商朝的补卦方法 它是用硅甲 或用牛的肩胛骨 所以它就没有这种变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周易里面 就开始有变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用周易补卦 跟硅甲来补卦 如果我们用硅甲来补卦 你就不会补出变的这样一个情形 只有用周易来补卦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的疫经 就是周易的疫经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六九之变 就是变卦就是怎么转断 但是疫经八卦当中 有非常多错综 有非常多交互 有非常多复杂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这些名词 常常会让人家困惑 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变卦 我们还有一个叫卦变 卦变跟变卦 它其实是不大一样的意思 卦变的意思就是 这个卦会变成用一个卦 这动词 它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卦变动 比如说我们刚刚特别讲说 这个截之前卦 我们刚补出那个截之前卦 截之前卦 截卦呢 我们就把它叫本卦 这个前卦呢 我们就把它叫变卦 变卦 所以变卦是当作一个名词使用 然后这个卦变呢 它是当作动词使用 例如说我们在宗师解卦里面 我们曾经提到 曾要补卦 当时他补出的卦呢 不知道各位好朋友还记不记得 他补出官之匹卦 我们在卦里面就写官之匹卦 官呢 官卦就是他的主卦 而匹卦呢 就是他的变卦 就是他的变卦 例如说我们在木将补卦当中 木将补的卦呢 我们叫更之随卦 然后更卦就是他的本卦 随卦就是他的变卦 例如说我们在弊万补卦当中 我们所补出的臀之笔卦 臀卦就是他的本卦 这个笔卦就是他的变卦 例如说我们在装俗补卦里面 所补出的名仪之谦 名仪呢就是他的主卦 这个签卦就是他的变卦 所以当你补出名仪之谦 当你补出这个更之随卦 当你补出官之匹卦 或者是当你补出谁之前卦的时候 再解释卦要怎么样解释 这个就是变得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它的解卦方式 我们之前在谈到 这个名仪之谦或者更之随 或者是说官之匹卦 我们从左传当中的记载 我们大概了解到 他补卦他解卦的方式 大概按照主卦 然后按照他的变卦来解释 这是他的主流啦 但是有一些卦相的解释 有一些卦相的解释 他是解释主卦 然后他要参考了变卦当中的卦词 或变卦当中的卦词来做解释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究竟什么方法 从春秋时代开始 其实在每一个朝代里面 它的解释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这个方法究竟为什么这样采用 为什么这样采用 应该这么讲 因为是心之所想 心之所想 当你心里有一个灵感 这个灵感 你就要那种 朝那种方向解释 你就可能会朝那种方向解释 但是朝哪个方向解释 它还是有一些原则可以遵循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讲现在 现在我们到底什么解释呢 现在我们对变卦战弹的解释 我们主要是按照朱熙的方式来解释 朱熙他在异学启蒙当中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异学启蒙 异学启蒙严格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启蒙书 并不是一个启蒙书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种异经方法学的书 在这个异学启蒙当中 他提出了他的战断方法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对于这个变卦军尼物的战断 大概就是按照朱熙 在异学启蒙当中 所采用的战断方法 但是除了朱熙之外 在近代 另外有两位教授 也提出他的不同方法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在现在的 疫经的变卦战断方法 就从并所了解的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 容然采用 朱熙在异学启蒙的战断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 这个南怀经老师 医学大师 南怀经老师所提到的方法 南怀经所提到老师 他提出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做 阳主过去 阴主未来 阳是显而易见 所以显而易见 所以被证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是显而易见 我们知道呢 这个属王者 属王者亦之来者难 所以阳卦是代表显而易见 既然是显而易见 就代表是过去的事情 阴阳代表呢 这个隐秘未知 既然是隐秘未知 既然是隐秘未知 所以代表未来 所以在医学研究当中呢 有一个理论叫做了 阳主过去 阴主未来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未来的事情 就看阴阳 想要知道过去的事情 就看阳阳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南怀经老师所补的方法 就是采用这个原则 除了阳主过去 阴主未来的原则呢 然后再加上朱熹的方法 所提出的这种 南怀经教授的断卦方法 另外在台湾大学呢 哲学系的 傅佩隆老师 傅佩隆老师呢 他也提出他的解卦方法 他的解卦方法是 掺着了 这个朱熹的 医学启文的方法 又掺着了南怀经老师的 解卦方法 他提出他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变卦战断的方法 我们就提出这三位 大学者所提出 究竟应该怎么解卦的方法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朱熹 医学启文他所采用的方法 朱熹医学启文所采用的方法 他说了 变卦战断 总共有七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当六腰不变的时候 就是我补出 就是又补出关卦 我不会得出关之匹 我也不会赌出关之钱 我也不会赌出 补出关之坤 我就补出关卦 如果补出一个卦 这个卦完全没有变了 也就是说他补出了 没有六也没有九 只有七跟八 也许是七七七八八 或者七八七八七八 但是不会补出六 不会补出九 这种卦象就完全没有变了 完全没有变了 照朱熹的原则 他是叫六腰不变 六腰不变的时候 他解过来的方法 是以本卦的卦词来战断 本卦的卦词来战断 这是他第一个原则 那第二个原则 如果当一摇变的时候 六摇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可能有一摇变 也可能二摇变 也可能六摇都变 都有可能啦 那如果一摇变的时候 怎么办呢 一摇变的时候 用本卦 他变卦那个摇 的摇词 来断卦 就是本卦 变卦那个摇词来断卦 这时候 他的变卦 只是摆丝又 摆在那里好看 摆在那里好看 他也不做解释 所以这第二个原则 如果只有一摇变 它是按照本卦的变摇 那摇 来解 那摇的摇词 来解释这个问题 第三原则 就是当两摇变的时候 当两个摇变怎么办呢 他两摇变的时候 如果两摇变的时候 就要看两个变摇 这两个变摇的卦词 但是呢 以在上面的为主 以在下面的为辅 也就是说 当两摇变的时候 你要看上面那个摇变 例如说 二摇跟三摇都变动的时候 你要看三摇的摇词 而不是看二摇的摇词 也就是以摇变卦为主 这第三个原则 第四原则是 如果三摇变的时候 怎么办 三摇变的时候 三摇变的时候 他要看的是本卦的卦词 也要看变卦的卦词 这时候呢 本卦代表真 变卦代表用 也就是说 如果三摇变 根据朱熙的原则 三摇变的时候 如果你 我们过去 在清朝末年 有一个学者叫张志动 张志动 他曾经提出一个原则 叫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朱熙的原则是什么 朱熙的原则是本卦为体 变卦为用 所以张志动 等于是把朱熙的原则做了调整 他变成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而朱熙的原则 如果三摇变动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是本卦为体 变卦为用 或者说本卦为真 变卦为匪 或者本卦为用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追求问题本身 你要讲究他问题本身 这时候你要看什么 看本卦 如果你要看 如果你想要知道 未来会 你要采用什么策略 那你就用 用的话就要看变卦 这是朱熙的第四原则 就当三摇变的时候怎么办 朱熙的第五个原则 四摇变 四根摇变的时候怎么办 四根摇变的时候 以变卦的两个没有变的 那两摇来战断 就是如果四摇变 那四摇都不用看 只看那两根没有变的摇 那两根没有变的摇 但是看哪个呢 看下摇 我们在两摇都变的时候 我们看上摇 在四摇变的时候 我们看下摇 看不变那个下摇 如果第六原则 当五摇变动的时候 五摇变动的时候怎么办呢 根据朱熙的原则 他是看没有变的那个摇的 卦象 用没有变的摇来战断 而这是第二原则 第七原则 如果六摇都变 比如说前卦 补出来通了999999 那当然变成坑卦 六摇都变 六摇全变的时候 以变卦的卦词来做战断 但是前卦两卦例外 前卦要看用九 坑卦要看用六 所以这是朱熙的方法 朱熙的方法 其实还不错 还不错 简单 而且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理解 那第二种方法 是兰怀井的方法 兰怀井的方法 他所提的方法 他在朱熙的这个方法上面 他要加上一条 叫做 两主过去 因主未来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战断方法 跟台大傅佩隆老师 所提的两种农合的解括方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第一段 就先跟大家分享 朱熙的解括方法 至于说 兰怀井的解括方法 还有傅佩隆教授的解括方法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次呢 再来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